朋友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不列電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的選擇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特色是一開始的伐木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總體而言他是伐木速度最快的文明 除此之外他步兵的移動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那這個攻城器攻擊速度也是這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那血量呢 這個攻城器的血量也是這遊戲裡面最多血量的文明 所以賽爾特人本質來說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但是他在單挑的一些某些場合裡會玩起來特別弱 因為他攻兵系不太行 三級射三級防都沒有 而且騎士的部分也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防 雖然他有遊俠 但是沒有三級防跟品種的關係 造成他的遊俠很容易就被射倒了 或是直接被戳倒 所以賽爾特人的一個單挑表現其實是蠻 算是對新手來說蠻不穩定的啦 但是以高端的比賽來說 賽爾特人的發揮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賽爾特人的主要特色可以打這個裝甲塔 就是裝甲步兵配亮望塔的一個攻城 一個封建時代的前壓 那城堡時代呢 可以直接打這個升頭 升旅 投石車跟長槍兵 或者是搭配騎士都可以的一個策略 這些都是可以讓賽爾特提高勝率的一些方法 那賽爾特人的後期組成呢 大多是打這個松蘭武士 配上一些投石車還有衝車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再打一點遊俠 然後擊兵 劍兵武士之類的 劍兵武士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通常會被這個松蘭武士給取代 所以賽爾特人的玩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系跟工程武器系的 會比較適合這個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不列典人 那不列典人這邊是選擇了 不列典 廢話 不列典 他的特色是這個TC特別便宜 就是我們所謂的城鎮中心 那城鎮中心 只要半價的情況下 他可以在城堡時代 3TC 直接速開三個 沒什麼問題喔 因為木頭需求量時代很少 讓他變成3TC開下之後 可以馬上灑一堆龍天 3TC蓋好 也基本上不太會斷村 那不列典的特色呢 他基本上是一個全能系的文明 工兵 騎兵 步兵都能打 都有三級防三級射 什麼都有 但是沒有品種 所以騎士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到了後期 不列典還是可以打這個弱馬 這個輕騎兵 稍微觸一下去砍對方的工程器 也是蠻好用的 那不列典的一個最大特色 還是他的這個長弓兵 他的這個長弓兵呢 可以讓射程高達13射程 不好意思 跟大家講 12射程而已 12射程是這個長弓兵的最遠射程 所以遇到一些城堡的時候 只要不是遇到條盾城堡 是可以用弓箭射掉一座城堡 只要時間夠長的話 因為城堡受不到長弓兵 那不列典的後期 還是比較適合打長弓 配上級兵 還有少量的重裝騎士 或者是騎士 或者是一般的輕騎兵 都是蠻適合這個文明的 那不列典由於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需要利用自己的巨型投射機 然後再搭配精冠科技 這個戰狼技術 增加一下巨型投射機的命中度 還有這個爆炸範圍的 範圍傷害 那不列典人的後期組成大致上是這樣子 我會比較新手建議玩不列典的原因 只是因為射程比較遠 但是他沒有拇指環 然後他又是個全人系的文明 所以你要練功兵步兵騎兵 其實帶不列典都可以玩得到 不列典的玩法也可以玩偏濃的 就是3TC看濃打法 所以整體而已 新手真的是蠻適合不列典人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支援點 那現在看到果子上方 是遺漏在外面的 這個會有點麻煩 只要果子在外面的話 他這邊防守會比較空虛一點 而且這邊都是高地 讓賽爾特人這邊可以直接打一個 攻兵開 然後都會有點優勢的 那不列典的後方是這個金礦區 這個金礦區在後方還不錯 這邊很好圍 這邊稍微圍一下就可以圍起來了 那這邊可能再拉一條防線 或是直接拉到底 不要讓他接近到這個墓去 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用這個城鎮中心做斜防動作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不列典人這邊有可能會打一個正常攻兵開 當然也有可能會打這個肉馬開 因為他不列典的這個文明 其實也是蠻適合打棒棒的 因為他前期吃冥養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棒棒開局 對不列典人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遇到賽爾特人 本身跑輸就會輸給對方 所以不列典人這邊打棒棒絕對是虧的 所以現在的可能性 是攻兵大於騎兵開 因為對方賽爾特人 有可能會打這個刺猴 也有可能打這個步兵 如果他打步兵開的話 弓箭手這個射箭場開局 就會很適合 好這邊的綿羊直接幹走 賽爾特人直接拿下了兩隻綿羊 那賽爾特人還有一個特殊能力 只要在自己的視野下的時候 綿羊是不會被奪取的 那他這邊還是蠻故意的 在調戲人家的綿羊 想要讓他變成他的綿羊之後 再去斬殺掉 看起來是失敗了 哈哈 賽爾特人表示可惡 沒辦法變成你的我再砍掉啊 這個就是賽爾特人的特殊能力 導致他這邊綿羊轉換 永遠都是自己的 一變對方的再過去又變自己的 永遠砍不到對方的綿羊 算是賽爾特人的一個小小缺點 但這個能力通常不會特別講出來 因為在實戰來說 效果沒有太大明顯 通常勝負不是因為這個能力的關係 好 那不列電這邊刺猴因為有看到 對方是射箭場開局 所以先下了一個馬舅 後面再補一個射箭場 待會兵工場可能會再下一下 可能會放這個位置 或是再繼續往右開 好這邊看到 毛兵有點多囉 但是不列電這邊只有三隻刺猴 對上兩隻長槍兵可能是擋不太住 三隻才對 好這邊沒有圍 直接入侵 這邊可能要拉村民走了 而且這裡也不能圍喔 這裡圍的話還是會被毛兵打 好這邊稍微用村民反擊了一下 好回去種個田 好三隻刺猴直接開扁 可能會收下一村 但是這裡沒有想要硬追的意思 不列電人把自己的刺猴保存下來 好下方長槍兵 一個毛兵 還是在做試探的動作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個缺口 哎呀果然溜了進來喔 好這邊還是圍了起來 好這邊刺猴進來之後 可以再按個長槍兵喔 稍微去戳一下這隻肉嘛 好右邊的毛兵長槍兵直接走掉 三隻刺猴也回來了 只剩下兩隻喔 有一隻在路途中可能倒地了 那賽里特人現在是比較有優勢一點點 因為他的伐木速度比較快的關係喔 可以用少一點人去伐木 然後灑掉 灑下更多的農田 然後更快升到城堡石彈 所以賽里特人在頂尖的比賽裡面 算是蠻難對付的一個文明的喔 尤其是在前期啦 後期的話可能會比較好打一點 所以不列典這邊的一個策略喔 可能就是要撐到後期喔 會比較好一點 但賽里特的後期 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的遊俠會不會出喔 除此之外 但遊俠不太可能 大概10場裡面 20場裡面只會看到一場有人出遊俠 那後期為什麼會很強 主要是這個攻城氣的原因喔 那如果不列典想要打贏賽里特後期的話 可能要巨頭多出喔 然後點那個戰狼 去攻擊對方的 中頭或重頭 還有衝撤的部分 因為血量太多了 好 那這邊想要來打一個塔攻 結果直接在高低起了一個料王塔 這邊成功守住 但是右邊還是想要繼續前壓 這邊長槍兵跟毛兵的數量太多了 不列典這邊只要出毛兵 就可以完全反制住了 但是沒辦法阻止對方插劍塔 所以這邊還是要稍微小心喔 如果一直被連續插進來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守 好 這邊直接用村民過來開扁 但是對方手速很快 直接圍起來 當自己的劍塔 被攻擊的時間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最後村民還是直接過來爆打 長槍兵跟毛兵直接原地開火 弱馬的血量只剩下兩滴一點點 這裡可能要死一村 第二村可能也要死囉 但這個劍塔會建立不起來 OK這裡B站B的還不錯 但是讓賽爾特人沒有辦法成功起這個劍塔 讓不列典稍微有一點喘息的空間 那我覺得不列典這邊做的一個比較差的 算是差嗎 算是有點慘的事情 就是沒有下兵工場 毛兵也沒有一直按 在我對方出這麼多的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偷上去的話 毛兵至少不能停喔 然後這個兵工場趕快下去點這個一級射 去阻止一下對方毛兵喔 不然對方毛兵一直瘋狂壓制你 然後你用每一級射 這個毛兵很容易就被換光光 好那這邊決定不守家裡了 農田這邊可能要一直被毛鷹騷擾 那外面的賽爾特人的村民 直接在他的野石附近 開啟了礦場開挖 挖完石頭有石頭再繼續塔工 這個有點狠 好前期兩邊都打得還算蠻精彩的 賽爾特人這邊很兇喔 連一級的弓兵護甲也點下了 下方這邊村民往下走 果然有石頭就要來繼續插 裡面蓋一下採礦地 一級射待會 要補下補裂點 好可以補下一級射 但這邊可是怕斷村嗎 所以還沒有先按一級射 OK村民繼續按 好這邊看到三隻獅頭進來 喔四隻獅頭 直接倒了一隻 後面七隻毛病究竟難守 但是家裡又補下了更多的毛病 做一個對打 好賽爾特人 直接在這邊開啟了一個遼望塔 好這邊可以用牆壁先去戳牆壁喔 好開戳開戳 好家裡 看起來也沒問題 補裂點給對手壓力 但是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好中間補下了一級射 然後後面補一個市集 這邊可以開始爆挖黃金喔 黃金挖一挖 待會可以買賣上城堡賽 那賽爾特人這邊是走一個 全肉跟木頭的一個採集資源的路線 所以他肉木會很多喔 黃金比較萬媽 比較慢挖 所以這邊可能還要再打一下 或是要趕快壓一個市集喔 買賣一波 好這邊可能毛病可以守得住 好這邊買賣一波 直接過來爆打 哇他拉了非常多村民喔 十一村 好刺猴加上大量的毛病 OK 不列典這時候的毛病數量 是可以抵禦對手的 直接手撕掉 再看一下毛病 繼續輸出 好再打掉 再射掉 OK 看起來問題不大 你看看 你看看 死將共毛病 他這一坨兵輕輕鬆鬆屌子也 不列典終於守住了 那這裡毛病可以考慮不按了 這時候就可以 適死的不去按了 好 三隻刺猴直接把這三隻 四隻村民給吃掉應該沒問題喔 好 可以少量血量村民 最後還是要被毛病 加上刺猴全部收光 不列典這邊村民暫時領先喔 45村打38村 村民領先大約6村 那幾殺數來說的話 不列典就是拿下這4村喔 只損失了兩村 這樣子的交換喔 是相當划算的喔 那賽特人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城堡時代是由賽特先領先的 那不列典待會要遇到的問題喔 就是對方的生頭的可能性 還有他的這個經濟上的優勢喔 在這個時間點喔 會越擴越大 這個伐木加成喔 還是蠻兇的 好 那賽特人這邊看要不要補個馬舊 可以考慮上城堡時代先打一波騎士喔 因為賽特人這邊農田太多了 再補好利用一下信有的農田樹 出一點騎士的話 那很難再擴張自己的這個優勢喔 因為他現在要經濟調配的話 其實很難調 農田居士灑的情況下 打一個騎士路線是最適合的 OK 好這邊果然補下了一個馬舊 右邊不列典 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了一級的工兵鎧匠 好 十隻毛兵 壓不過去 直接被點射 射掉了一隻 這個有點帶偷阿 不列典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繼續按毛病喔 看到這個毛病在這邊爐 這幾片田都不能中了 很傷的阿 好這邊有毛病稍微反之 但薩爾特人這邊想用高地的優勢喔 去交換 但這邊長槍兵過來會有點危險 長槍兵戳毛病其實還是有傷害的喔 好 稍微反之路回去 薩爾特人移到城堡時代 按下來一隻騎士 佔毛病 二級射三級 OK 他有雙馬舊嗎 沒有 單馬舊出騎士 OK 那這樣合理 好前線又有一拖 毛病走路過來 這邊想要毒口 哇 可能來不及賭了 這隻村民會有危險 二級射也要快好了 趕快拉殘血的村民走掉 好 右側這個地方看起來擋住了 薩爾特人這時候 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沒有開下城堡時代 沒有開下城堡時代嗎 有 還是有先開一個 開完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二級射 這邊可以考慮下一個大雪 去點彈道雪 薩爾特人越早點彈道雪 對他優勢是越大 但是現在沒有走工兵路線 哇 這邊毛兵直接 射爆了這些村民 這個用村民去想要打掉 長槍兵 想用騎士全部解掉這一坨 單位 OK 那村民可能還是要純屍掉的意思 這樣子對薩爾特人的話 這就是他想要看到的結局 希望可以換到一些村民 這邊村民交換之後 薩爾特人村民已經開始領先囉 四十四村打上四十村的村民差距 但比較可惜的是 這些毛兵還是要送掉的 但至少經濟差距打得出來 這場打得有點刺激 兩邊打到頭破血流 這邊想要圍 結果沒圍成功 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看到這房子是安騎士 不過修道院可以稍微抵抗一下騎士的騷擾 哇 薩爾特這邊還點下了二級房 難道他真的要帝王打遊俠了嗎 薩爾特打遊俠 這邊稍微反制回去 好 城鎮中心終於開好了 這邊就可以開死龍 但薩爾特這邊還是繼續使用單城鎮中心 做一個超兵壓制對手的一個策略 這個洞還是有點危險喔 只有65滴 還是要找個機會喔 去把這個房子給蓋好 不然這裡還是很容易被打出一個洞來 好 果然騎士一過來就先砍房子了 房子直接爆開 沒有辦法 騎士還是進來騷擾了 完蛋了完蛋了 修道院有在按僧侶嗎 有 這邊僧侶第一時間先去補一下騎士的血量 但是兩隻騎士已經衝進來 開始騷擾自家的領地了 這邊僧侶不拉過來嗎 哇 直衝進去嗎 一進去就是砍村民 太狠了 但還好 薩爾特這邊沒有點下一級攻喔 所以砍村民需要五刀 稍微是不信眾道信 這兩隻殘血騎士能走掉嗎 哇 走掉了 這兩隻殘血然後加一下修道院就去補血 剛剛畫面有點滑掉 趕快下修道院之後補一下這兩隻殘血了 這兩隻補完血又可以出來繼續鬧 划算了划算了 這一波看起來 薩爾特人越來越賺喔 但聰明術來說還是不列地喔 可以稍微有機會追上去的 因為薩爾特人現在才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而且有點偏遠 而且這個位置怎麼有點奇怪啊 很外面喔 還不是下這種位置喔 反而是下在這個靠近對手那一面 還以為他第三個城鎮中心會開這裡喔 原來這裡有石頭 但他第二個是開在自己的主經位 這邊看到騎士一直在騷擾 這邊想要砍僧 但是僧僧成功的守住 兩隻騎士再度追了過來 想躲進城鎮中心裡 但來不及 僧僧直接應聲到第一 哇 又要再死一村 哇 薩爾特這邊騎士騷擾喔 相當成功喔 火獵點的長弓兵 沒有機會可以出來 現在已經可以蓋下一棟城鎮 這邊可以考慮一下去插對方 或是把家裡守住喔 畢如蓋這個高地喔 但我覺得這高地 下一棟城鎮也算是蠻值得的 但我覺得他一直在衝家裡的狀況 反正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插一下中間這個位置 保護一下主經阿 或是木區的部分 或是插在外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蠻OK的 這邊 欸 村民出發囉 死一村 直接往前走 城堡位置會蓋哪呢 但現在不利店的兵力 要打贏對方騎士其實是很困難的 這邊出去是一場好賭 要是自己兵力不夠多 被曬爾特任擋下來 這些村民都是得死的 好 這邊看到村民之後 馬上往回啦 然後僧侶也走了出來 看可不可以第一時間用僧侶反制一下 對方蓋城堡還有騎士的鴨子 那不利店這邊有點尷尬 僧侶不夠多 第一時間村民還是被打到了 讚毛病第一時間也是去投掉兩隻僧侶 第三隻也在做這一集 但騎士方面來說 不利店的數量還是稍微多了一點點 OK 賽爾特任這邊直接反殺了回去嗎 但是城堡好像會被建立起來 66% 還差了34% 就可以蓋好城堡 剩下的騎士原地展開 開始扁 但是不利店的騎士數量 竟然獲得了勝利 最終十一隻村民出去 還有九隻活了下來 只損失了兩隻村民 但很可惜的是 這跟城堡是沒有辦法打到對方的城鎮中心的 哇 這個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好 左邊這邊移過來 看到 哎喲 怎麼還在蓋城鎮中心 但對方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OK 城堡一幹好之後 開始按下了常攻兵 攻城七字到時候也按了下去 這邊難道是要打衝車嗎 還是投石車 這個時間點我覺得打投石車可能不錯吧 然後可能要趕快下大雪喔 點一下這個彈道雪 這樣比較能守住自己的常攻兵 常攻兵射得準還有城堡射得準 前線的防守會比較安全一些 好 補下了輪走技術二級目 但二級龍沒有點 這邊可能想要繼續按騎士的關係喔 把二級龍給取消掉了 那我覺得二級龍下這個時間點也可以耶 好 騎士有可能會被頂出來 裡面存了蠻多的騎士了 OK 騎士果然被打出來 直接開戰 但是處於城堡下方作戰的關係 導致這邊騎士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好 這邊騎士想要來砍這個衝車 但是直接還是被射爆了 城堡傷害還是太高 好 但是薩爾特人不甘失落 往不列電家裡喔 還是派了一些騎士喔 到處燒喔 希望可以斷一下不列電的經濟 列電常攻兵越來越多囉 這數量一多的話會很難處理喔 薩爾特人能處理的方法 只有騎士 投石車 還有奴炮 這些選擇喔 當然現在出戰毛兵也是可以的 但是到了帝龍時代喔 可能就沒有辦法使用戰毛兵處理了 所以可能要趁這個時候 多按點戰毛兵 來做一下反制 好 騎士直接出來硬砍 這一波砍到了一些常攻兵的血量 正面直接也是硬蓋了城堡出來 騎士可努力在輸出 但是城堡在雷 那個城堡沒有在射村民 也沒有在射騎士喔 反正是在射對方城堡 哇 這個城堡扛了兩百多滴喔 這兩百多滴要是射到騎士或村民的話 肯定是很賺的 這就是沒有單道血阿 你看 好 單道血也補下了 OK 那待會補下之後 這個城堡就比較好守住了 那待會衝射應該可以再繼續頂喔 看要不要嘗試頂中間這裡 因為現在這個城堡射程喔 是可以cover住衝車的這個防線的 衝車在這邊輸出 對方騎士一來喔 還是會被城堡的射程給射到的 還會破放長槍兵 這個長攻兵 好 結果下方的城堡中心 完全沒有人發現喔 還開血農田出來 補下了很多的輕型衝車 這個輕衝是要來反擊嗎 包夾動作 欸 結果往前衝了 單道是要來指導黃龍 攻擊不列甸的城堡中心 家裡有點危險喔 騎士有點多 九隻 那目前看起來 不列甸這邊防守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即使衝車要衝過來 後面再補下個工程系製造所 裡面放個頭子車 待會在這邊防守 也是OK的 他敢過來撞的話 頭車就可以即刻反擊 回到不列甸的家裡畫面 家裡看到直接下來一棟城堡 當然那個衝車還是一直按喔 這時候不列甸才意識到 原來左邊有一塊城堡中心區域 他完全沒發現 這邊兩邊都是想要用衝車來解對方的城堡 但兩邊都有一定的反制能力的 所以現在要輕鬆拿向對方的城堡 並不太容易 我列甸家裡其實有點急急可危 騎士數量有點太多了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把修道運給打掉 騎士這邊抓了一波蛙石喔 村民還不錯 抓到蠻多的喔 兩邊村民宿目前是100零吋 最上95吋 普列甸稍微落後了一些些 普列甸這時候中文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那這邊長槍兵 趕快再點下防禦攻擊力喔 就可以很好的應付對手的騎士了 那我覺得攻擊力可以不用點喔 直接點防禦就好 然後出多一點軍銀 開始按長槍兵 打對方的衝車也是會有效果的 重裝長槍兵 這邊出來一台投石車 稍微反制了一下對方的衝車 打下落了賽爾特工程的意圖 這個衝車可能會爆 第二台又衝過來 看一下左邊這邊 左邊衝車直接頂入了城鎮中心 但後方還是有些村民裡肉在外面 這邊騎士直接開打 普列甸決定要放棄這座城鎮中心了 願家裡的兵量不夠 村民直接被騎士堆著砍損失慘重 村民處下降剩93村 再來特任村民處108村 打出村民差距了 頂掉城鎮中心之後 衝車還是很努力再往前 看能再頂到哪些建築物喔 這邊慢慢入侵喔 有點狠 好 左邊 普列甸也是不甘失落 直接用衝車要來頂掉賽爾特人的城鎮中心 應該可以頂掉 但是騎士會衝掉一些 但還能接受 剩下四隻騎士 繼續拉打 哇 有點閃射喔 剩下殘血了 OK 騎士終於被場空給吃光 但是後面又補下了更多騎士 五隻騎士看來要曝光了 趕快追我拉打 繼續拉打 但這個拉打可能效果沒那麼好了 運輸數量不夠多 慘功威力不太行 好 家裡衝車繼續頂 哇 普列甸有點慘 好 騎士終於出來拯救世界 家裡的兩隻騎士依舊沒有解掉 還是在瘋狂擊殺村民當中 村民處還是在93村 沒有在上調的動作 哇 92村 超級差距已經打字 後來要差距30村了 好 這邊稍微修理一下城堡 城堂中心可能 不妙了 城堂也是 這兩個可能都要直接被毒掉 賽特人這邊打的戰術非常好 用了這些衝車 已經痛擊了不利甸經濟 家裡一團亂 農田也是被瘋狂弄爆 要不是有這根城堡 可能直接這個中間的城堂中心也有可能會掉 好 但是不利甸現在升級時代是優先 領先的喔 已經點下了地龍賽 但村民差距還是有點嚴重 好 這邊中央長槍兵走出來 不利甸沒有再注意出騎士 開始安起了一些戰毛兵 黃金上來說 賽特人也不允許去暗了 黃金有點慘 家裡沒有黃金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哇 已經挖光了 這個是石頭 左邊也是石頭 哇 真的沒黃金耶 賽特人現在沒黃金怎麼辦呢 直接插一根瞭望塔 想要來控他的黃金 右側這裡也有 但是現在他這裡不知道 左邊這邊有一塊 賽特人現在缺金的狀況 該怎麼反擊呢 好 騎士直接拉回來 來 先直接拆掉 這根劍塔 賽特人本來是想要用劍塔防守喔 結果直接被 拔掉兩根 那這個劍塔 一定要趕快再守住喔 這個要是守不住的話 他真的要斷金了 好 賽特人這時候 終於找到了黃金喔 我不知道在哪裡找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這邊四台衝車 加三台投石車 應該可以迅速解決掉 這個城鎮中心的問題 那這個城鎮中心拿下來之後 黃金又可以獲取出來 又可以再去生命了 好 送藍巫師也走了出來 開始反擊了這些村民 正面的部分補下兩個射箭場 這點看來是要轉一些奴兵了嗎 因為他意識到長弓兵的城堡產量 已經不夠多了 城堡被拆掉太多洞 導致這些長弓兵產量不夠穩定 現在真的要打弓兵路線的話 還是要靠奴兵喔 會比較有效果一點點 好 這兩個射箭塔建立起來之後 開始在挖布列典的黃金 布列典升到帝王時代 軍型投石機已經出來開拆 薩爾特人這時候要點帝王時代嗎 還是要承包打帝王呢 好 拆掉了一座亮王塔 欸 騎士不衝嗎 如果是我就衝了 好 這邊是看到大量衝車過來 所以沒有打算往下 哇 但這邊騎士過去可能也很困難喔 哇 這邊可能要且打且退了 騎士不能送掉 趕快先測一下 等一下奴兵數量 但現在奴兵又會被戰寶兵給壓制住 這個高地真的是很痛苦 沒有城堡防守 門面很容易直接被衝爆 好 常攻兵繼續撤退 正面騎士 應戰 這邊應戰的結果 布列典的騎士全部遭到了擊潰 左邊的亮王塔 順利眼睛打爆了 但是正面的部分完全解不掉 好 這樣只剩下少量的奴兵在做反擊 不列典射程優勢還是稍微擋下了一點點 但是遇到衝車真的是沒者 所以有些玩不列典的玩家們都會帶一些投石車 升到電用時代的時候也出一些鐘頭 去克制對方的戰毛兵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長弓 射程壓制 後面再補一點擊兵 騎士敢衝上來打投石車跟長弓兵的話 擊兵的效果也是相當好用的 右邊開下了更多城堡中心 但是不列典 有點尷尬 這邊三個城堡中心 如果被賽爾特人抓到 經濟會直接崩塌的 左邊 雖然拆光了 但是賽爾特人還沒有放棄 又補下了一座撩塌塔 想要來爭取一下時間 這邊應該城堡中心的村民再度被抓到 村民數只剩下87村 完啦 不列典 哇 卡斯塔真的是有點強 這個賽爾特人玩到 城堡打帝王 還越打越有優勢 投石砸一發 哇 大丸的 倒了一堆村民 哇 太強太強 這不愧是 隱堅高手 能把UZZI打成這樣子的玩家 其實不多 好 不列典 這邊看起來是要沒了 三座城堡中心 沒辦法好產資源 家裡雖然還有城堡中心 但是 資源術 聰明術 已經落後太多了 薩爾特人的聰明術 現在已經高達160吋 好 他是打一個150吋 戰術 聰明術會偏多 好 二級龍二級木 右側的城堡中心 已經完全被放棄了 完全沒有兵 可以去及時的資源 好 這邊用一些少量聰明術 去拖延時間 薩爾特的送人無事也走了過來 好 打掉這些村民 不列典 查公兵 趕快反擊 沒救啦 衝車只能用村民扁 上方衝車還在輸出 城堡是不列典最後希望 但是這塊金礦處 已經被送人無事爆打一波 後面的奴兵還沒升到強奴 好 稍微防守一下 擋住了一些送人無事的蝦子 但是聰明術已經掉至剩63吋了 人87吋都不到 好 現在賽爾特的出名術是兩倍 大概繼續防守 可能意義不太大 但不列典還是有這個不屈不勞精神 這個運動家精神是很重要的 好 但感覺真的是 這個撐得有點久 因理來說 這個右邊這兩座成人中心被衝爆 基本上就可以投了 好 第三座也掉了 非常絕望 只剩下兩座成人中心 而且賽爾特的經濟完全沒有被騷擾到 點下了金瑞收藍無事之後 UZZI打下了GG 好 來看一下 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一定是賽爾特贏了 因為賽爾特村民領先太多了 雖然賽爾特後面才點下了這個手催車跟二級農 但是他前期呢 這個輪走技術很早就下了 所以經濟來說並沒有損失太嚴重 而且這個伐木也是很早就下了 所以這一局看起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博烈天是打這個長槍兵的速度 有點慢了一點 對方其實已經出道很多情況下 才升級中槍長槍兵守家裡 前期被殺的那個石村 經濟差距就有點被打出來了 城堡蓋在家裡這個位置 老實說也沒什麼問題 但第二棟城堡還繼續蓋在敵人家裡想要防守 就好像有點怪怪的 沒有這座城堡防守 導致他正面的墓區黃金 還有出兵處全部都被打亂了 所以我覺得關鍵點是沒有把城堡建立在這個位置 其他部分的話就有點算是 賽爾特這邊打得很好的部分 這個不列顛要防的話確實很難防 因為沒有機動性的單位 不列顛防守來說 只能用弓兵慢慢走 用這個射程去擋 不然就只能用長槍兵跟騎士 經濟不夠好的情況下 不列顛其實是很難靠這些單位去防守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